懂那個洞是誰 他有一個洞嗎 會從頭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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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繼續上廁所嗎 這邊有個洞 他拐開 我給他什麼人 他從頭嗎 蛤 他有什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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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福利一社嗎 不是吧 他要蓋他 就是台灣 好 他要錢一萬收 他要錢一萬收 好囉 好 好 欸這堂課教的東西喔 你要怎麼繼續看 先講喔 這個禮拜六禮拜天 我能在學校 沒有去哪裡 所以如果你有些問題 上代解決 可以來學校找我 好不好 下禮拜二 才會考試 那如果你有些問題 需要有人協助的話 找尚未解決 找尚未解決 應該是不能解決的 他這個人就是這樣 來 來 看我來這邊 來 請問你 我黑板上寫的這個東西 是什麼 一個二元一次 年歷 方成數 對不對 在 西元1800年之前 我們看這個東西 都是橫著看 其實在我們高二以前 我們這個東西 都是橫著看喔 我們高一的時候 怎麼看這個東西呢 來 跟著我寫好嗎 我們高一的時候 會抓出這兩條 你知道這是直線對不對 橫著看嘛 對啊 這兩條線的斜率 來 誰要告訴我 L1的斜率 M1是多少 你不要跟我說 你不會看斜率啊 這個斜率是多少 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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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蛋 我會有一種覺得你們高一的數學好像也有人都動的感覺 A 負的什麼東西 A 負的V1分之什麼 A1 A2 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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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2 叫做 負的什麼東西 B2分之 A B2分之 A2 A2 鞋律 鞋律代表傾斜程度 所以 從這個地方 我們就可以對 這兩條直線 做 底下的分類 來 第一種分類 來 第一種分類是什麼 如果 M1 等於M2 請問你 兩條直線有相同的傾斜程度 對不起 我們先從M1不等於M2開始 兩條直線如果傾斜程度不一樣 代表這兩條直線是甚麼關係 交於一點 對不對 兩條直線如果傾斜程度不一樣 再兩條直線是甚麼關係 叫做交一點 這個時候你的S跟Y有甚麼解 有唯一解 好啦 寫上去嘛 我現在要幫你把一些觀念統整起來 可以嗎 解連例嘛 加緊校訓法 代入校訓法 肯定都行的 是吧 而且加緊校訓法跟代入校訓法 還是國中的東西喔 來 第二個情況 第二個情況是甚麼呢 M1等於M2 請問你 斜率相同 那代表甚麼意思 有相同的傾斜程度 有相同的傾斜程度 他會在細分層底下兩種更多的情況 兩種情況 可能這兩條線是甚麼關係 這個叫甚麼 對 這個叫平行 來 寫上去喔 這種叫平行 然後請問同學 如果平行的話 S跟Y 平行線耶 我跟你是兩條平行線 男女朋友分手以後就這樣了 對不對 這兩條線就根本沒有交集啊 所以你能不能找到一個S跟Y 同時滿足這個方程式 又同時滿足這個方程式 找不到的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兩條平行線 來求你 S跟Y是怎麼樣 是無解的嘛 對吧 我們以前是不是都這樣看這個問題 OK 然後斜率一樣除了平行之外 還有一種情況是甚麼 兩條線完全的重疊在一起 這種情況我們稱為叫甚麼 不是 他的圖形這個叫甚麼 交一點平行 那第三種情況叫甚麼 兩條線 重合 這不是國中就學過了嗎 對吧 對 重合 重合 兩條線完全的重疊在一起 對不對 來 兩條線重疊在一起的話 代表說這個方程式跟這個方程式 是不是同一個方程式嘛 上面的每個點是不是都會同時滿足這兩個方程式 所以呢 請你告訴我 SY有幾組解 五線多組解嘛 這條線上的 每個點都是他的解 對不對 這個叫無線解 講這個東西 這個連結一下你高一的經驗 來看一下有沒有問題 來看一下喔 然後這邊跟同學請教一下 兩直線如果斜律不一樣 代表他SY的係數一定怎麼樣 SY的係數一定怎麼樣 一定不會乘底力 對不對 所以來這邊你可以寫一下 A1比上A2 一定怎麼樣 不會等於 V1比上V2 對不對 因為你斜律不一樣 對不對 你斜律不一樣 你係數肯定是不成比例的 對吧 這小說就學過嘛 然後同學你再看喔 斜律如果一樣的話 那就代表係數肯定怎麼樣 乘比例啊 A1比上A2 一定會等於什麼東西 V1 在體上V2 聽懂這個意思嗎 到底懂不懂 可是係數乘比例 有可能是平行 有可能是重合 這個時候要進一步去判斷的話 要看什麼東西 要看等號右邊的常數項 如果等號右邊的常數項 來 不乘比例 來不等於 C1比上C2 來90 這種情況是什麼 SY的係數乘比例 等號右邊的常數不乘比例 這時候他們的Y結局會不一樣 對吧 平行線嘛 Y結局不一樣 是不是代表這兩條線就是 沒有交集 交集是空集合 這種就適應到無解 那如果說 不僅SY的係數乘比例 連常數項都乘比例的話 這時候這兩條線根本就怎麼樣 就同一條 這個時候是不是就無限多解 這種東西都是高一的基礎 對吧 我大概花了幾分鐘 我看一下 大概花了8分鐘 來幫你講一下 你高一應該要懂的東西 你看一下有沒有問題 不一樣 來你稍微看一下可以 高一就從這裡開始 有斜律對不對 然後 講這個東西 我們這個單元 我們這個單元裡面的題目 全部都可以用高一的分法解出來 全部都可以 沒有一題是例外 但是我們高二要學習 用另外的觀點來看這個問題 在西元1800年之後 數學家就發現 我們不會橫的看這個東西 我們開始用直的看這個東西 而且直的看比橫的看更有數學上的價值 什麼叫直的看呢 來仔細看喔 我這個東西可不可以這樣寫 把它寫成 S倍的 來這個叫A1A2 加上來這個Y倍的 什麼東西 V1 V2 我現在是直著看這個問題喔 等於 等號右邊 這個叫什麼 C1C2 好 這應該是到了西元1850年左右 這個大家才發現說 原來直著看 比橫的看更有價值 來請問你 這是什麼概念 這是向量的什麼東西 性性組合 來我告訴你 前面這個A1A2給他一個名字 這個叫什麼向量 這個叫A向量 對不對 然後這個V1V2叫什麼向量 V向量 再來 等號右邊這個交貨叫做C向量 所以所謂的解連立方程式 其實你可以用向量的觀點來看 他是寫成S倍的A向量 加上Y倍的V向量 然後怎麼樣 等於C向量 簡單來說 用線性組合的觀點來思考這個問題 好 我們跟剛才一樣 我們開始來做分類 來 這個叫什麼 分類第一種情況 Case 1 Case 1 Case 1是這樣 A向量 A向量 B向量 的所有向量 我不管你這個C向量是什麼向量 I don't care 對不對 我們之前是不是有講過 這個C向量長什麼樣 我們完全不在乎 只要你A向量跟B向量是不平行的向量 我們用三角形法則 或者用平行四邊形法則 一定可以把黑板這個平面的所有向量 包括零向量都可以造出來 對不對 而且這種表達方式具有什麼性 具有唯一性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會發現 當A向量不平行 B向量 然後C向量這時候是什麼向量呢 C向量是一個 隨便的向量 我告訴你 C向量沒有任何限制 杏菜啦 隨便 好不好 我告訴你 C向量是誰 完全不在乎 只要A向量跟B向量不平行 他們的線性組合 就會有唯一性 來這個S跟Y 會有什麼 會有唯一解 這是很容易理解 對不對 用向量的觀點來看 I 寫上去 好 好 這是讓向量的觀點看喔 然後再來我們看Case 2 來 Case 2 第二種情況 來我們看喔 如果A向量 平行 B向量 來仔細聽啦 我們這個東西 一定會幫你講清楚的喔 這個是A向量 這個是B向量 這兩個向量如果平行 兩個向量平行 代表 SY的係數是不是乘比例 你看嘛 A向量跟B向量如果平行的話 對不對 你看是不是應該會乘比例的概念 對不對 你要結合逆平學的概念 兩個向量平行 我們現在考慮 等號右邊那個 常數所形成的向量 如果我的C向量長這個樣子 來 C向量長這樣 前面兩個向量平行 但是C向量跟他們不平行 你告訴我 這時候是什麼解 這時候是什麼解 肯定是5解 為什麼肯定是5解 因為這兩個向量 你去做線性組合 對不對 做出來的線性組合的向量 一定長什麼樣 一定還是跟他們平行啊 不是嗎 對不對 你把這個向量伸縮 加上這個向量伸縮 不管你怎麼伸縮 往這個方向 或往這個方向 你要A跟B 去造出來的向量 做線性組合出來的 S倍的A向量 加上Y倍的B向量 肯定跟他們兩個是平行的 有可能造出這種向量嗎 做不到的 所以這個時候是什麼解 你幫我講 5解喔 是不是很直觀 可以吧 我們高中學這個東西 這個要 帶有一點 直觀的感覺 這樣好不好 這Case 1 這Case 2 來那你告訴我 Case 3是什麼 我現在用窮舉法 把所有的情況都列出來 第三種情況是 A向量 跟B向量平行 然後怎麼樣 跟C向量也平行 對不對 對吧 這樣是不是把所有的情況 就總共分三類 A向量跟B向量平行 畫個圖吧 然後 C向量跟他們也平行 這個同學應該很容易理解喔 來請問你 我要用A跟B能不能把C造出來 可以 而且造的方式有幾種 有幾種 有無限多組種嗎 因為你可以讓這個A向量伸縮 讓它變長變短對不對 先調整它 然後再調整它 只要兩個去 合併之後 就是 是不是可以 一定可以造出這個C向量 而且這個組合有無限多種可能性喔 所以這時候是什麼解 無限多組件 我講這幹嘛 講這要告訴你說 我們不僅要橫著去看這個問題 用斜律 我們現在要直著去看 用向量 橫著看就是斜律 直著看就是向量 而且結論會一模一樣 來我們等同學 你先把這個東西寫上去 我現在分成三個Case來討論喔 Case 1 Case 1是有唯一解的 Case 2是無解 搭配跟我們上面這個東西是一樣的概念 然後Case 3是無限多組件 你不覺得這很時光嗎 兩個向量如果有平行 對不對 分量是不是乘比例 A1比A2 W1比B2 對啊 跟你高一的概念是完全的 可以mage 好 我想這個東西喔 其實我之前上課也有稍微提過 我今天的重點在接下來這個東西 來請你寫上我們今天要教的這個重點的標題 我們今天要教的是一個很有名的公式 叫什麼 克拉瑪 不是海融 然後每次都海融 你一直認個海融 來 克拉瑪公式 Kramer's Rule Rule Kramer's Rule 什麼叫克拉瑪公式呢 我幫你把他的想法寫下來 在A向量 在A向量 與B向量 和不平行之情況下 然後呢 求出 X與Y OK 這個就是克拉瑪公式要做的事情 來我等你